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可以去大家议头部 看一看日本 三百一十四页 第二段这里 忍入波罗咪 這裡 他說這個忍分為三類 一個叫做耐怨害忍 一個叫做安受苦忍 一個叫做地查法忍 那一般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身忍 法忍 跟無身法忍 那另外還有所謂的 音鄉忍 柔順忍 跟無身法忍 那這個忍的定義不一樣 身忍 法忍的忍是忍耐的意思 那在六度裡面 偏重於所謂的忍辱 身法忍的忍是智慧 它是斷煩惱 忍可認證的意思 所以不太一樣 那先來看 忍分為三類 耐怨害忍 如有怨醜來損害 或是刀杖傷害 或是俠怨污害 或是惡意毀霸 身體上的 言語上的 因而損害名譽力養 這是一般人最難忍受的 菩薩應修安忍 憐憫對方 覺得他為煩惱所驅破 為惡勢力所轉動 忍受怨敵的傷害 而不生成分 不加報復 那麼撐之後就會有所謂的害 那麼這一部分 不容易 我們單單要所謂的不遷入就不容易 就是說我們受到傷害 那我們不會遷入到別人身上 那麼這個是我們受到那個人的傷害 那麼我們想要去報復 那這兩種基本上都是不忍忍 就是說你因為受到逼迫受到傷害 那麼你去傷害傷害你的人 或是傷害跟你沒有關係的人 你可以傷害的人 那麼這兩種都是有憎恨帶來的 那麼基本上他這裡說到 他說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夠難怨害人 他這裡提供一個方法 其實大社裡面提供很多方法 就是你要怎麼想 那麼這裡提供一個就是說 他說 那麼你覺得他為煩惱所驅破 為惡勢力所轉動 那麼這個要怎麼想呢 就是說 一般像我們 那麼有煩惱的時候 那大部分的人 除非就是說 你說你有特別去關照 要不然你煩惱來了 其實大多數人都是不知道 不知道你正在起煩惱 不知道煩惱正在加速加重加大 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那因為不知道 所以你就隨著煩惱不斷的驅動 就越來越氣越來越氣 越想越生氣就會這樣 那如果你已經是就是說 你是有覺察到 而且你有用心對峙過 那麼他通常這一種 憤怒會受到控制 然後會受到約束 那麼他不會無限的擴大 就是一個就是說他延伸 他延伸出去 延伸到跟你不相干的人 那擴大 那你內心的影響力不斷擴大 這有一點像我們去看醫生 那麼非常痛的時候 那麼你沒有辦法不叫出來 非常痛你就自然自然會叫出來 那麼這個是有時候是忍耐不住的 那但是如果你功夫好的時候 那麼當然你也可以 那麼但是這個是必須要經過訓練 那大多數的人是沒有經過這種訓練的 所以他自然而然的 有煩惱他就發作 有煩惱他就發作 而且會加重 所以那麼一旦有煩惱他就不能 沒有辦法不發作 就好像你痛起來 你叫你不叫 那麼是很辛苦的 好像說你咳嗽 叫你不咳 那也很辛苦 所以這部分是他沒有辦法 就是說他沒有能力調伏他的煩惱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他根本就沒有察覺他有煩惱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去調整 一個就是他察覺他有煩惱 但是他沒有能力去調伏他 那這一部分都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那麼如果你真正在修行上用過功夫 你會發現到這個都要修很久 那麼你能夠做得到 一般人是你可以克制自己 你不去傷害別人 但是他克制不了他內心的煩惱 他會去傷害別人 那麼這一部分就是他 就是他會受苦的原因 從他的因來講 他受煩惱的控制 那麼從他的果來講 就是他現在受到煩惱的逼迫 就是這裡說的 他現在受到煩惱的逼迫 他自己也做不了主 這個是從因來講 從現在他為煩惱所逼迫 那麼從果來講 他現在這樣做 未來他會因為他的行為受苦 那他現在就為他的煩惱而受苦 就是坐立不安嗎 然後就會就是身體 然後心 身心都受到煩惱的摧殘 那麼只是他沒有察覺到 那實際上人在生氣的時候 身心其實是直接受到煩惱的摧殘 那麼久了久了身心就會產生痛苦 但是這個未來他還會因為他的行為 這些惡怨還要受惡報 所以這個人看起來 他惡勢力就是未來造作惡怨 那麼或是現在他的這個煩惱的惡勢力 他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人看起來是 就是什麼 他是這個可憐的 這個可憐的人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智慧察覺他的煩惱 那麼他沒有能力控制他的煩惱 沒有辦法調伏他的煩惱 所以因為這樣 我們可以看到他未來 必會因為他的行為 那麼受到痛苦 那麼我們看他現在可憐 想到他未來那就更可憐 那麼我們有能力我們就影響他 我們沒有能力就像一個人 一個人生病在那邊哀嚎 你有能力你就治好他的病 你沒有能力你也不用去踹他一腳 沒有事鬼叫什麼叫 那麼也不用這樣 那我們基本上看到這個人起煩惱 就當作他在受這個煩惱的驅迫 好像疾病 煩惱好像一種病或是毒 發作了他自己 他自己沒有能力 那麼來解決這些事情 所以這種人是可憐的 所以從佛陀的眼光看 那麼輪迴的眾生都是可憐民者 那麼沒有一個可惡的 只有可憐的沒有可惡的 從這個地方看你就 比較不會跟這一些眾生 就是說這一些煩惱眾生 那麼有這樣的一個 有這樣的一個敵對或是爭論 比較不會 即使他傷害的是你 那麼你也能夠體諒他 就是說因為你理解 所以你就會諒解 你知道不是每一個人 都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煩惱 不是每一個人 都有能力察覺自己的煩惱 我們還好是有學佛 我們如果沒有學佛 我們也是一生氣起來 想罵誰就罵誰 那麼想傷害誰 為了我們的利益 為了鞏固我們的利益 為了維護我們的尊嚴 所以我們就是不喜去傷害別人 那麼也是這樣的 眾生都是這樣 那所以因為我們有學佛 那麼佛法最厲害的 佛法最厲害的 不是在調伏煩惱 而是在預防煩惱 就是說煩惱還沒起來的時候 你就讓他不起來 所以他最重要的是 他能夠覺察這個煩惱 那麼覺察煩惱 煩惱起來的時候 直到這個會起煩惱 他就停止了 那麼如果沒有辦法 一起煩惱他就停止了 那麼已經起煩惱了 才慢慢去調伏煩惱 那這個已經是 這個也厲害 但是能夠調伏掉有力量 但是這個已經是後面 就是說最好的醫生是 還沒病的時候 他就讓他不生病了 那麼比較差一點的就是 生病了才去治他 再差一點的就是 病到病入高荒的把它治好 那麼最好的是沒有病 讓他保持沒有病 那麼但是我們看法就是反過來 那一種病入高荒已經無藥可醫的 你把它治好 你最厲害 就是那一種別人都醫不好的 無藥可醫了已經病入高荒了 無藥可醫了你把它醫好 這個醫生厲害 但是最厲害的醫生 不是醫病入高荒的 最厲害的醫生 是讓這個人根本不會生病 這個是最厲害的 那佛法最厲害的就在這裡 當然嚴重了 所以說你說佛法 像我們說地藏間 他並不是說去地獄把這些人救出來 那個已經病入高荒 不是 是讓人不落入地獄 讓人不落入地獄 讓人不落地獄 那你要怎麼樣 因為你做地獄是由你的業 業是由你的煩惱驅動的 那麼你如果沒有習慣性覺察你的煩惱 那麼你是沒有辦法克制他不照業的 煩惱一驅動 那麼你讓他不照業 那很難 照了業不受包 那更難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你這樣想這個人可以 那我們雖然有煩惱 那偶爾也克制不住 無力感 我常常說 你一個人會犯 一個人會造惡業 通常兩種原因 第一個無知 無知 不明白 不知道這樣不對 不知道這樣做有什麼後果 不知道這樣是起煩惱 不知道煩惱就是毒 毒最主要的還是毒害自己 不是毒害別人 那你不知道 是因為無知 有造罪 那麼再下來就是因為無力 我知道了 但是我做不到 我想做到 我已經努力做了 但是還是做不到 我還要控制 但控制不了 我實在太生氣了 我實在受不了 就變成這樣 那這樣的情緒基本上 一般大多會發生在 就是修行人身上 沒有修行的 他根本不會去克制他的煩惱 而且他還會加倍報復 他會放縱 而且會延伸 會延伸他的煩惱 延伸就是說 那本來是 本來是這個人傷害你 但是因為你受到傷害 你非常生氣 你去傷害跟他所有相關的人 跟跟他無關的人 就好像說這個 這個你在學校被人在欺負 上次不是發生過 韓國有一個在美國有學生的 幾年前 他在被欺負 他忍耐忍耐 忍到沒辦法忍啊 拿個槍去掃射 傷害他的人也死 沒傷害他的人也死 就覺得這些人都欠他 那這個是壓抑的狀態 等下我們會講 壓抑也不對 你一直壓抑也不對 你想爆發就爆發 想發現就發現也不對 這都會造成錯誤 我們再來說 先講到這個 他說這個 你覺得他為煩惱所驅迫 你就覺得他可憐 非常可憐 那我們說因為無知 或因為無力 那無知的狀態我們知道 我們先在學習佛法我們知道 我們學習佛法就是為了要調伏煩惱 要斷除煩惱 要控制煩惱 首先就是你一定要有覺察 覺察煩惱 有貪吃有貪 有稱之有稱 你要知道這個煩惱會帶來哪些過患 你如果不調伏煩惱 你會怎麼樣 調伏的煩惱 你會怎麼樣 為什麼一定要調伏煩惱 那要怎麼調伏 這個你知道嗎 首先要知道 這個就是覺察 你能夠覺察煩惱 有有沒有煩惱 什麼是煩惱 那我有沒有起煩惱 我起什麼樣的煩惱 程度有多嚴重 時間有多長 那麼次數頻率有多密集 這個你基本上你能夠覺察到 那能夠覺察到接下來就好辦了 你有些 因為你知道它的過關 就好像你知道這個大病 這個是小病 這個是很急症 你要掛急診 這個是一般的 你掛一般的就好 那這個沒那麼急 這個三天後有時間再去看就好 這個很急 馬上要去看 那這個就是煩惱還有層次的差點 那你知道的 你知道 你也知道 我這個牙齒痛是要看牙科 眼睛痛是要看眼科 你這個你知道 你不要牙齒痛去看眼科 眼睛痛去看骨科 那這樣看不好 那一樣 你要對峙煩惱 你必須要有方法 所以你覺察之後 你就要怎麼樣 你就要控制 就是說 一開始我們會有無力感 無力就是說 我知道不對 但是我沒辦法控制我的情緒 我實在太生氣 那所以這個時候 你不是要調伏 不是要斷除 斷除不了 調伏不到 你只要控制他 不要讓他擴大延伸就好 你只要控制他 讓他不會無限的延伸 那麼無限的擴大 只能到這裡 比如說你生氣 生氣到想要打人 但是你控制住 我再怎麼生氣 我都不能打人 打人就不對 那你沒辦法罵人啊 那麼至少不能打人 那麼再進一步 我生氣 我臉色不好看 我不理人 但至少我不罵人 就算要罵人 不要罵得太惡毒 太難聽 那麼類似像這樣 那麼你就是控制 不動不動的控制 那麼控制到一個程度 你不再那麼氣了 心比較有力量 你要有力量也是學習來的 學習控制 就像你這一次 這個石頭 這個憤怒有五十斤 你沒有辦法調伏十斤 你的心沒力嘛 煩惱那麼重 心沒有力量 界定會沒有力量 所以你沒有辦法挑起來 你用推的 那麼慢慢慢慢 先提十公斤 提二十公斤 提三十公斤 提到最後就是控制 控制到你越能控制 那個心就不斷不斷長氧力量出來 因為你能控制住 你能控制住 那個就表示你有力量 那個力量會慢慢加大 慢慢加大 到最後他就被你限制在一個方圍裡面 你還是會起煩惱 你還是會生氣 你還是會憤怒 但是憤怒的程度減輕了 憤怒的次數減少了 憤怒的時間縮短 他就會有這種情形 你自己都知道 你都一直在覺察的當中 然後你就會看到自己 你就會看到自己 過去他們就會越來越有力量 那麼煩惱還是會起 不是不會起 還是會起 可是起了沒多久 就沒有 對不對 就是他很快被控制住 你會發現越來越快 以前是起煩惱 越來越快 現在是 煩惱消失的越來越快 他就是 这个就是你要真的有心 你要是对治烦恼的 而且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这样 大部分的人都只是 烦恼一来就怎么样 赶快念佛 就这样而已 但是你没有去解采 当然这样也是有效 但这个比较是治标而已 因为又不是佛让你起烦恼的 那么念佛也可以调腹烦 也可以 也可以压治烦恼 可以 但是你如果没有去好好的观察 你的内心 那个起烦恼的根源 那么它治标不治本 所以你还是要认清楚 你到底为什么起这个烦恼 有必要吗 有需要吗 那如果我要调腹 要怎么样调腹 当然念佛念咒念经 都是一种方法 都是一种方法 你念你妈妈念你儿子也可以 其实也可以 那么因为它转移 但是念佛比念你妈妈念你儿子的力量大一点 因为你觉得佛有力量还大一点 但是因为我们人是这样 念这个就不能念那个 我要讲一就不能讲二 一定要二在一之前 讲一的时候我就不能讲二 不能同时讲 那么我要讲就是一讲才讲二 或是还没讲一的时候就讲二 那一样我们心要念这个人很生气 那么我们念佛的时候 那么我们专心念 如果你专心念 那么你念佛的时候 你就不能念碳 你就不能念撑 但是它也只是控制住而已 但是你如果没有见邪 骁荣的动作 就是你把它弄清楚 它也控制到最后 如果有时候就会变成人无可忍 那一般常常讲忍如可忍无需再忍 熟可忍熟不可忍 就会变成这种情况 因为那是一种压抑的状态 压抑久了也不好 那么甚至后来你甚至会觉得 为什么我学佛的人都要受人家欺负 你就会有那种极尽委屈的感觉 那这样其实也没有解决问题 那我们先你再看 说第一个你要先想 想说这个人其实可能的 你就是要试着跳出来 就说他在骂你 他在骂你 那你试着跳出来 看到他的烦恼相 看到他的烦恼相 那你不要 因为我们习惯是他骂你 你就专注听他怎么骂你 你就专注听这个 他怎么骂我 然后就随着想 他怎么可以这样骂我 然后越想就越生气 那个就是你的心转错了 平道转错了 你不应该这样想 因为你专注听他怎么骂你 那么所有的人被骂都是不高兴的 即使是一只狗 一只猫 一只牛 被骂他也不高兴 一样的 但是如果他骂你的时候 你是看到他的烦恼相 那就不一样了 就有一个人一直骂佛 佛就一直看他骂 骂完了就说你骂完了吗 那你送东西给别人 别人不要怎么办 我收回来了 你刚才送过那么多东西 我都用不到 他自己收回去 那么这种就是说 这种基本上是 你观察他的烦恼相 是可以一直在骂完了 就好像你去医院 你去医院 那医院看那个躺在病床上的人 躺在那里 那一直骂 一直骂 一直叫 一直叫 因为他痛啊 医生怎么还没来 护士怎么还没来 怎样一直骂 一直骂 一直骂 你比较会亮点 为什么 他痛啊 你在医院看到人家 大呼小叫 你会很亮点 因为你知道他正在生病 比如你照顾你的爸爸妈妈 或照顾你的亲戚朋友 或是你看 他正在病毒上 他比较无理的时候 你比较能够怎么样 因为病人有时候你照顾他 他很无理的哦 无理渠道的真的是这样子 但是你看他这样无理渠道 你会你会你比较会什么 你比较会亮点啊 他是生病啊 没办法啊 生病也暗胀啊 就是就是那个心情会比较不好 你会比较亮点啊 还有一种人你会亮点啊 小孩子 无知啊 幼稚啊 我白灰啊 他就是要买 妈妈没有买东西给他 他就一直哭一直闹 你也比较亮 他小嘛 不懂嘛 幼稚嘛 那其实就是这样啊 那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无知 一个无力嘛 因为他不知道 不明白 所以他就像小孩子 虽然他长大了 但是他的心智像小孩子这样 无知 幼稚 肤浅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无力 那么他没有能力控制他的烦恼 就好像疼痛来了 他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控制他 那么就所以有多痛就叫得多大声 那么他就没有空 没有办法 平常也没在调伏他的烦恼 烦恼一来就随着烦恼发送 有多烦恼 有多烦恼 就伤害了很多声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看 你就知道 我现在就算被他伤害 是暂时的 但是他伤害 他自己被他自己的烦恼 一直伤害 24小时的伤害 我们只是短暂遇到 倒霉被他伤害 我们可以避开 可是他不知道避开 他一直用他自己的烦恼 产生毒素来伤害他自己 他比我们可怜 看起来我们倒霉 遇见他 被他伤害 可怜 被他骂 被他伤害 但是他比我们还可怜 因为他伤害我们 他要受业 他自己的烦恼 他又要受业 有障碍 烦恼障 业障 那越成熟了 又要受果报 苦 报障 那我们顶多就是 我们顶多就是倒霉遇到他 那么这个姻缘不好 受到伤害 但是我们如果可怜他 不计较 那这个伤害是暂时的 而且不会深刻 那你这样想一想 你就觉得 他比我们还可怜 要不然你就会想想 我今天怎么那么倒霉 倒露八辈子的没遇到他 也没怎么样 一想一想越想越可怜 那么越想就越生气 你就会这样 其实那就是想法的问题而已 那你不能决定 你会遇见什么人 那个人会讲什么话 会做什么事 你不能决定这种事 就好像 就好像你没有办法决定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你没有办法决定啊 但是你可以决定 发生这件事的时候 你要怎么想 那个是你决定的 你唯一可以决定的就是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克制我的烦恼 那么我决定要 不受烦恼的束缚 不受烦恼的逼迫 我们大部分都是烦恼的能力 都是烦恼的能力 他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他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所以以前的人知道 就会察觉那个人性的弱点 他的特性 他这个人异怒 容易生气 他就故意找他生气的地方 去刺激他 激怒他 就这样 那这样就可以控制他 你只要激怒他 就可以控制他 因为他就不喜欢看到这个 你就用这个去刺激他 然后他就会去做 你要他让他做的事 你要伤害这个人 那也很简单 就刺激他就好了 他就自己会去伤害他自己 不用你伤害他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受烦恼所逼迫的 那么学佛的人通常他知道 但是一开始是做不到的 但是修行就是从知道到做到 普提心从不足到圆满 基本上是这样而已 所以并不是一开始就做得到 单单四十五经 儒家讲的东西 也不是很多人做到 但是就是学习 学习就是我渐渐学渐渐做到 从一分到两分 所以叫学佛 学嘛 那么你不学你只念 或是你不努力 你只等着佛来救你 那个都没办法 那个没办法 就是你自己没有力量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就是你怜悯顿 第一个当然要控制安人 那么你该一起怜悯对吧 其实这个就是观音菩萨的法门 以慈心来对之称认心 想说这个人这么可怜 我们已经够可怜了 我们已经够可怜了 但是我们可怜之中 不幸之中有大幸 我们遇见佛法 知道这个受了只是受报 受报以后我们不再照应 我们未来不受苦 我们未来不受苦 而且我们会遇见他 那么也是有因缘 那么我们不再跟他去恶缘 恶缘不再相许 那么我们以后遇见他的机会也不大 因为人跟人会在一起 那么一定有缘 那么比较有恶缘的 就会互相折磨 互相伤害 比较有善缘的 就会互相成就 互相帮助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彼此有恶缘的 只要有缘一定会在一起 一定会遇见 那么缘比较深的 就会长长在一起 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你的业跟他的业不一样 那么你就算他恨你 你不恨他 那个缘也不深 因为缘是要双方都有的 只有他恨你 你不恨他 那么那个缘不深 他也伤害不到你 他想伤害你 但实际上也不容易伤害到你 因为那个业不一样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就算你是做人 他是一只蚊子 他都可能把你盯到死 我告诉你 有可能 因为他那个怨恨心一直在 但是虽然他怨恨你 你不怨恨他 那么这个缘就开始会减淡减少 第一个你没有业 没有业就不会受罢 第二个你没有烦恼 或是你烦恼不重 那么缘就不深 那么我们讲 义佛念佛 现前当然必定见佛 那么你义这个人 义人念人一样 你以后还是会再见到他的 有缘就会再相见 所以但是我们 我们申请慈悲的心 当然这个不容易 老实讲 即使我知道我也努力做 也不是每次都做得到 真的 这个道理我们很明白了 就应该这样做 但是有时候进阶太强 强起来 一下子还没有给你思考的空间 因为我们的大脑是这样的 有一个就是前面 有一个控制那个情绪的 好像是什么叫皮脂层什么 我忘记了 他控制情绪的 那个生气的反应时间是很快的 没有几秒 他就很快就起来了 那么但是所以你要养成习惯 平静 冷静的习惯 修订就是这样 你要习惯面对境界 面对境界你不那么快做反应 而且不对境界直接起反应 就是所以念佛也是要叫我们这样 收射诱根 你心里面只想着佛号 敬念相续 那平常你就是 你对这些境界 遇见什么事 你都先冷静下来想观察 第一个先观察 第二个如理思维 第一个如实观察 第二个如理思维 然后之后你就不会走偏 那个观念不会走偏 你就不会因为这些境界受到刺激 不管是别人 不管你的前面的境界是好的不好的 好的你会起贪 不好的你会起撑 就这样 那你之所以这样 都是因为愚痴来的 愚痴无闻 没有听到佛法 不知道方法 不知道怎么调悟 不知道这个是烦恼 烦恼最伤害的不是别人 是自己 烦恼最伤害的不是别人 是自己 那么你内心有烦恼 就算你没有发作出来 你还是伤害自己 何况你发作出来 那就形成业 那业最终还是伤害自己 那么如果你不知道克制 那个业就不断地累积 不断地造作成熟 那你必然要受苦 你不受苦都不行 那么你知道这个原理 所以你知道 就算我会受苦 至少我以后不受苦 那么至少我可以控制 我就算会受苦 我不会一直受苦 不会受那么重的苦 所以佛法第一阶段 都是先控制烦恼 让你不剁三二道 三二道就很苦 五厘十二那个最苦 就是地狱 所以先让你不剁三二道 你要不剁三二道 那必须要控制 你必须要控制烦恼 贪的烦恼 你为了贪财贪色 贪明贪令 你可以杀人放火的 你可以造进恶业的 那为了撑冲冠一路为红颜 还是为了什么 你也可以杀很多人的 可以害很多人的 那么这些就是 这些都是你必须要学会控制的东西 他们我一般人做不了那么大的恶业 但是一直做一直做相续做 轻的也会变重 那你不知道这个不对 相续那么小的也会变成大的 所以这个缘它会加深 恶缘 恶缘有时候也会变善缘 只要你转换就好 转换成善心就好 缘从哪里来 缘从愿来 愿就是兼顾不顿 就是兼顾不定的 兼顾决定的心 不变的心 这个叫做怨 所以一般人要叫你发普遍 怨就是这样 那么你有这个怨 那么依这个怨为前党 这个怨就大悲心 以大悲心为前兴 那么你有这个怨为前党 因为我是要成果的人 我是要利益众生的人 我要成果的人 我怎么会在这个小事上计较 我要利益众生的人 我怎么会跟众生计较 不会 就好像这些众生都是你要守护的对象一样 那么你这样的心慢慢慢慢你就不会 你会理解众生有烦恼 有烦恼他被烦恼所驱破 被烦恼所逼迫 他内心中有一个恶势力 他不得不走 这个人是烦恼的努力 这个人是烦恼的奴隽 我们偶尔做奴隽 他不知道 他一年365天 他都被烦恼所束缚 他都被烦恼所束缚 我们是强大的烦恼的企后 就是有一些我们没有 因为每一个人所烦恼的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是偶尔遇到没办法的时候 才被烦恼所舒服 他是死死被烦恼所舒服 就是说我们是偶尔生病去看个医生 他是就住在医院里面 而且烦恼越重 就好像住在教乎病房一样 不能离开医生 离开医生他马上就没命了 不能离开医药 那么这个人是可怜的 所以你看见那些重症的病人 在那边哀嚎 你不会怪他 但是如果你坐公车 坐我们车 坐高铁 看见一个人在那边大呼小叫 你一定会对他很生气 没事鬼叫什么 可是你不晓得他是有烦恼 或是你知道这个人是疯掉了 你也不会对他大呼小叫 你会谅解他 因为他疯什么 你看他一个正常人 他那边大呼小叫 做一些很奇怪 或是伤害了别人的行为 那么你就不会了解他 那其实烦恼就是 烦恼就是病 烦恼所以烦恼他就是毒 就是病 那么我们依这个烦恼病或烦恼毒 有时候我们做不了主 做不了主 那你时常起烦恼 那个病就越来越重 那个毒就越来越深 那你从这样来看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人的伤害性 但是你直接看到他的烦恼性 所以你会怜悯他 这是一个方法 这是在这里说的一个方法 当然还有很多方法 第二个安受苦忍 那么那怨爱人主要是有情的 就是主要是人为对象的 那安受苦忍一般叫伐忍 诸伐忍 他是各式各样的 有从外界无情物而来 比如说刮大风 下大雨 天气太冷 太热 那么这些都是太脏 太乱了 也有从外界的友情来 那么一般我们讲前面的 就是奈怨爱人 就是众生人 主要是子人 主要是子人 那么这里蛇蝎蚊丝等苦 他也是有情 也是众生 但是这个都放在法忍里面 诸法忍就是安受苦忍这边 就是这些动物给你造成的这些痛苦 那么蚊虫 蛇 这些 有从自身发出的 他说就是出家起食 油画修行 也会隐身苦痛 那么这个都要磨练心智 安心忍受 就是你要好好的 一开始没有办法 但是你开始知道说 我要修这个法忍 就是只有这个安受苦忍 那么他并不是说 比如说太阳很热 那太阳很热 他并不是说 那热就给他热 我要安受苦忍 在太阳底下坐 你就被晒死 晒毁掉了 就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那我很冷 那我要安受苦忍 那你就在那边给他冻 冻死 冻伤了 那个叫做鱼吃 那个不是安受苦忍 就是说你可以避免 你就避免 在这个只要说蚊子那么多 你可以避免你就避免 就是说到没有蚊子的地方 我挂蚊帐 你没有说修行 你就安受苦忍 你就故意去喂蚊子 也不需要这样 除非你持根心 你要去养蚊子 那么多数就是说 他基本上是这样 是说比如说你很饿 那么你可以让他不饿 你就让他不饿吗 但是没有办法 在这个时间没有办法找到吃的 那如果是你没有办法吃的 那么你就要 因为那个时候你苦来的时候 你心会不安 会跳得很厉害 那么会想要突破这个苦 那么会很急躁 这个时候你就要安下心 因为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苦 所以你要面对这个苦 你不要 因为你越没办法解决 那个苦的苦会扩大 我们的心会越苦 越扩大 本来没那么苦的 本来比如说我们把它量化好了 本来它有10公斤的苦 那因为你没办法解决 那个10公斤会变成20公斤 就有点像等待人一样 等人 时间快到了 那么越等时间越长 其实它时间是一样的 但是你会把它加大 夸大 所以那个苦也一样 那么你越不能 那么你越苦 越苦那个力量就越大 这个时候就是 有一些是心加上去的 心加上去的 所以你在苦的时候 那个时间会觉得很残 那么会觉得苦很重 其实你如果不那么苦 就是你的心放下来 安瘦 那么基本上它还是有苦 还是有苦 它不会那么苦 不会那么苦 所以这一些它说 那么磨练心是安心忍受 就是说没办法 没办法的时候 你就只能够从身受 心不受下受 那身苦心不苦下受 但是平常就要这样了 平常你就要训练了 因为如果你平常执着那个热受 那么你要说苦受来 你不执着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平常就对这个瘦 苦受热受 不苦不热受这个瘦 你能够做训练 你能够不执取 因为瘦之后就是爱取有 处受爱取有 就是这样 那面对境界就有种种的处 处对境界 那么你开始有种种的瘦 那这些瘦里面 不外乎就是苦受热受 不苦不热受 但是你不追加 就是心不执取这个瘦 那这个就是一般委员说的 深苦心不苦 深受心不受 你的心越在意 那么它放在里面的 这个感受就越强 就好像你越在乎这个伤口 这个伤口就越痛 那么你越在意这个痛 这个痛就越深 那么你心放在前面的地方 你根本就不在乎它 它那个痛会减少 还是会痛 但没有那么痛 会这样 不然痛还是有的 像那个关公公屋就很好 然后在跟它刮骨的时候 聊伤的时候 那个很痛 但是它是把心放在看春秋上面 那也可以 但是一般人做不到这样 那只能说 那只能说你不要一直把心放在那里 也许我们说借我念佛 观呼吸 或是你就看着那个痛 痛到底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 你去观察那个痛 那个瘦 那么它也不会一直痛下去 会痛 但不会痛到你觉得瘦不了 瘦不了 瘦不了你还不是一直在瘦 你一直觉得瘦不了 那其实还是要在瘦 还是要瘦 而且会瘦 瘦不了就是你会一直瘦一直瘦 没有结束的时候 除非那个境界消失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 没办法都是从心理上 心理上去观这个瘦 那么它也不会就是加重 也不会加重 这个叫做安心忍受 就是让那个心安住在一个地方 那怎么安住呢 当然你可以藉由念佛 持咒诵经 观呼吸 还是想其他的事情都转念 所以你如果不转念 那么观音菩萨怎么样救苦救难 也没办法 要你转念 你若能转念 何须我救苦救难 那不能忍 那不是引起烦恼罪恶 就是障碍自己的修行 那现在讲的不是说你会受苦 而是你 因为你要行菩萨道 而且菩萨道 它的对象就是众生 那么众生不能忍 那么这个诸法不能忍 那么不能忍它容易起承认心 那么那心没有力量 心没有力量 众生忍它就是容易对众生伤害 诸法忍它就容易退转 就是说这个环境不好 我不要了 这里空气不好 这里什么不好 这里的怎样怎样 反正就是你没有办法忍 那么最后中之导致你会退转 会退转阿六冬的三百三不停 所以你看那个金刚经告诉你 它说你发了普及心 我要怎么样让这个心安住 因缘而住 云而降伏其心 那我如果心不能安住 那我要怎么调伏我这个心 让它能够安住 我来降伏 因为一定有烦恼 因为你出发心的人 他不可能没有烦恼 我们都是聚夫凡夫 就是聚足烦恼的众生 有烦恼一定会起烦恼 起烦恼呢 问题是起了烦恼之后 你说不起烦恼那是不太可能的 不起烦恼不太可能 问题是起了烦恼之后 你怎么解决 那么你要先训练这个 训练第一个要先觉察烦恼 你先知道我有烦恼 然后我要克制烦恼 但不是每个烦恼你都可以克制得了 有些可以有些都不行 因为那个就是你的弱点 不是你的忙点 你就没办法 那么有一些我可以忍耐 但有一些我就忍耐不了 就是有这种 但是所以你就要去慢慢慢慢去 加大那个力量 让自己一切都能忍 那这个要学很久的 那么如果你有心的话 这几年 因为我们的境界太多了 平常发生在我们周遭 有很多的事 那么你都必须要忍 那么就不外乎前面两个 那是生忍 乏忍 就是耐怨爱忍跟这个安寿苦忍 那安寿苦忍如果在对修行人来讲 很多人都比较能够做得到 比较做得到 那耐怨爱忍就大多数的人比较很难 那么因为没办法 那么天气太热 你总不能作罢天气 你不能去伤害谁 但是这个人讲到太恶毒 那么你就会想报复 那你没有办法报复天 没有办法报复天 那你说那些蚊子 当然你可以打他杀他 你可以消灭他 那这个还是一样众生的 一样是伤害众生 所以你只要起了烦恼 他就有障碍 起了烦恼就有障碍 无声法忍他基本上 也是没有烦恼的状态 他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 这个忍是智慧 所以就会障碍自己的修行 第三个地查法忍 法是佛法 那么审悉地查而误入佛法 忍是安心入理的意思 如浮光略影 不能安心深入 就不能获得深广的法意 浮光略影 浮光就是表面的 表面的光 反射的光 你看那些太阳光照在水面上 那些都是浮光 表面的光而已 反射而已 略影就是一下子就不见了 稍纵即逝的这个影子 那就是表面的东西 那么这个没办法 这个就是你那个道理不深刻 道理不深刻 我们就说法不入心 那么这样就没有办法获得法的力 就没有法喜 当然就忍不了 他说这个称心 前面是讲忍的种类 那后面就告诉你为什么要忍 为什么一定要修忍 那不修忍会怎么样吗 如果我不忍会怎么样吗 那么我忍了会怎么样吗 就讲这个 就是说忍有些什么功德 不忍有些什么过患 所以佛法通常修行都要告诉你 未幻理 未就是直取 你直取不能忍 那么有些什么过患 那么如果你忍了 那有些什么功德 通常会讲这个 所以他讲 称他有何意 致他争忧苦 称莫烧善根 忍则武德俱 就是不忍 不忍有些什么过患 那么忍有些什么功德 受到名誉 财产 事业 跟身体的损害 是一般人所最难忍的 所以特在为开示 受忍损害时 会引起称分的反应 采取敌视 反抗 反驳报复的行动 这个叫做害 印度人叫做害 那么这却是凡夫的本性 甚至以前的人都说 君子报仇三年不完 就是说他还是要报仇的 其实真正的君子是不报仇的 因为奴家讲君子是忍耐之心 那么哪里会是报仇 他还是持心相应的 但是大部分人的凡夫 就是大部分人凡夫都是这样 他会想报仇 而且他受到损害 但在人类德性的进展中 尤其是通达圣僧法义 忍就被发现而尊重起来 就是必须要忍入 忍耐 那么你越有能力的 那么你会发现他忍得功夫越强 越有能力的 忍得功夫越强 越没有能力的 越不能忍 通常是这样 因为如不忍 如不忍而撑他 向他报复 这到底有什么利益呢 这到底有什么利益呢 这真是不必要的 你仔细想一想 你就知道 那么他说要自身的失败 绝不单是 他说绝不单是为了他人的损害破坏 主要还在自身的不健全 他可以伤害你 那么你之所以被他伤害 那么是因为你本身不健全 就好像病毒如果伤害你 那是因为你免疫系统不好 你身体不健康吗 如果你身体非常健康 那么你的免疫系统非常好 那么即使有病毒 他也一下子就被你消灭掉了吗 那么你那么容易被伤害 那是因为表示你脆弱 脆弱 那么一般来讲伤害有两种层次 一种就是他表面的伤害 比如说他骂你 他打你 他伤害你 他伤害你的名誉 毁谤你 他伤害你的利益 那么这种是一种伤害 那么这个只是表面的 暂时的 他是表面的跟暂时的 但是之后的伤害 都是自己伤害自己的 举个例来讲 这个佛陀叫做不受第二支箭 就是说别人刚开始 严理伤害你的时候 他是射第一支箭 那个当然会感到痛 那你拔起来用药 用法药呼一呼就好了 但是我们通常不是 我们通常是拔起来之后 然后又插进去 因为就好像说你听过了伤害之后 你回来就一直想 他怎么可以这样想我 天天想 每次想 那么想到越想越生气 越生气越想 想到吃不下睡不着 一定要找他理论 那个第一次是他伤害你 第二次以后不是你伤害他 你自己伤害 因为他已经不见了 你已经离开他了 你回到他家 你回到你家 他回到他家 他继续吃他的饭 那你却因为他吃不下饭 他继续睡他的觉 你是因为他睡不着觉 他继续做他想做的事 你却因为他什么事都做不了 这个是你自己伤害你自己的 那么第一次是他伤害你没有错 但是接下来都是你自己伤害你自己 那你很好想伤害我的人 吃得着睡得下 做他要做的事 我被他伤害的人 我要一直被他伤害 其实是 但是你感觉到是他一直伤害你 其实是接下来的第二次见 第三次见 第四次见 都是你自己设向你自己的 把他起来再插进去 把他起来再插进去 反复在受伤害 那么这个是你自己伤害你自己的 因为你不会想 他不会想伤害了你 你不会想受他伤害 还自己伤害你自己 其实就是这样 如果你会想 那么即使是第一次见你也不受 像佛陀这样 第一次见都不受 那我们反复不太可能不受第一次见了 就即使是我 我也 我也有时候没办法 你这样办法 第一次见我也会受 我会生气 但是马上就会发现到 调伏下来 后来就 后来回来我就不想这件事了 那偶尔会想也不会那么生气 就是说我们只会想到说 我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我要怎么样调伏我的烦恼 我决定不要再跟他一般见识 我也不要跟他结恶严 更不要因为恶人造恶严 就算他不是恶人 我们也不要因为他造恶严 何况如果他是恶人 讲恶严 我们就更不应该因为他造恶严 因为如果我们要造严 我们是要造善烟 那么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伤害我们的人 受他受他影响 我们去做跟他一样做的事 那么这个部分你想清楚了 那么第一次见大部分的人 没办法不受 老实讲 大部分人没办法不受 但是有佛法的训练就是有这种好处 你未来会想 会如理思维 会如实观察 我这样做 像这里讲 我这样生气 到底能够惩罚他吗 没有 还是惩罚我自己而已 我这样生气 第一个 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第二个 对我有什么帮助 第三个 对他又有什么样的损害 也没有啊 也没有啊 好 那你报复了 我要去损害他 至少我心理平衡啊 以牙养还牙嘛 至少我心理平衡啊 那这样 你虽然心理平衡了 可是你未来要受到的伤害就更重了 你本来只是被他伤害一次 现在不只是伤害一次 你在未来一次 还要 第一个还要继续跟他结二元 第二个 因为你跟他 因为你因为他而造的二业 未来你还要因为这个二业 受障碍 受苦 多划不来 就好像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韩信 他练好了功夫 练很久的功夫 他准备要有这个宏大的志愿 结果遇到一个地痞 他说 他跟他讲 那么你要不 你要不就用你的剑把我杀死 要不就从我的脚下跨过去 那你说 你要是忍不住 你一把把他杀了 你念了那么久的功夫 就因为杀了这个人 你被关到剑印里面去 你这些功夫都没有用 你为了要创造那么大的事业 你这些都带在这个人的身上 他没有用剑砍你 这比他用剑把你砍死还糟糕 他没有用剑砍你 你自己用你的称恨的剑砍死了你自己 你表面上看起来你是砍死了他 实际上你是用你称恨的剑砍死了你自己 伤害了你的未来 而且从佛法来看还不是这一生而已 还不是这一生而已 是很多生 很多事 你都要为这件事纠缠不清 如果你没有克服过 那么你深深自私 但是就在纠缠这件事 还要因为这个业还要受苦 只是一死 那么所以你不能忍就是这种情况 想开了你就知道 不要跟这种人一般见识 大师律里面有讲 他说那我这样忍耐他 那么他反而会就是看不起我 他会觉得我怕他 这个有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 就说好 我不跟他见识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但是就会给他误会 以为我怕他 就老虎布啊 我会把我当病猫这样 他会这样更瞧不起我 他会以为我怕他 所以我一定不能示弱 我一定不能忍他 我一定要给他好看 他说你真的要在意的不是他怎么看你 因为他是有烦恼的人 他怎么看你不重要 有智慧的人 佛菩萨 他会怎么看你比较重要 那真正有修行的人 一般的凡夫 一般的凡夫 如果你被欺负了闷不吭声 他就会取笑你 说你软弱 因为你就是要马上反击 反抗 这个才对的 你不马上反击 不反抗 反抗 而且加倍的反击 人家就会说你厉害 你很强 敬佩你 让大家怕你 这个是一般人的想法 一般人的想法 所以你被欺负 当然我们不是一直被欺负 不是 他还是有智慧解决的 你被欺负 你都不反击 他会觉得你弱弱 我已经被欺负了 我还要被你们看不起 那这是双重伤害吗 那么大之后里面说 你要在意的 不是凡夫怎么看你 你要在意的是 有智慧的人 这一些有修行的人 怎么看你 因为你是学佛的吗 你是要修行的吗 你怎么在意凡夫怎么看你 你要在意的是 那些菩萨 那些圣贤 那些修行人怎么看我 所以你看像比如说 像我们学佛的人 我们看到一个人一直被欺负 我们会怜悯这个人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人被欺负 他不当不欺负人 不反击人 而且他 他心都没有 尤其他的脸都没有 没有很生气的样子 我们即使没有说 我们心里会会怎么样 这个人实在太了不起了 他有这么厉害了 这样都没有生气 我们会非常敬佩他 真的 如果你有修行过你就知道 这个很难 但是他竟然可以做得到 竟然都不会生气 太厉害了 你会心里面非常敬佩他 这种人不是人敬佩他 这种人 人天鬼神都敬佩他 叫做得 这种叫做得 那个得 他基本上就是 得众鬼神轻 道高龙虎虎 这个得厉害 所以他这一部分厉害 这个 就算我们自己就好了 我们自己学佛 我们知道 我们也要调伏我们自己的烦恼 控制我们的情绪 有时候我们都没办法 你说 你说我被伤害 我不生气 这个比较难 我不报复 这个还做得到 我不报复 还做得到 我都不生气 这个就很难了 那么再进一步 这个还没有 你不是不生气 你就很厉害了 没有 你不但不生气 你还起怜悯心 那么想要利益他 以后我有 以后文术菩萨就这样发现 他被伤害的时候就这样发现 你伤害我 跟我有缘 以后我有能力的时候 我一定来度理 你看看 这个厉害 这个一下子 我也做不到 老师讲 但是这个就是 我们要先一段一段的 慢慢慢慢这样做 就是心不报复 然后控制自己的心 然后渐渐渐渐 然后你还能够 还能够起怜悯心 这个奴家叫做太三奔与前面不改色 而且奴家是讲仁爱的 讲仁爱的 仁爱之道 那我们说 他基本上 一样 爱人 仁者爱人 富贵不能饮 威武不能驱 平贱不能饮 也不会改变他的这个心 爱人的心 所以 他说 仁人自私 有杀生予成人 无求生予害人 也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最重要的 不是他人的损害破坏 还在自身的不健全 所以没有力 无力 换言之 自己才能损害自己 到最后你会发现 都是自己在伤害自己 别人伤害你有限 有限 真的 他怎么能够伤害你多久 那么问题是 你被他伤害了之后 你回来无限的伤害自己 多次的伤害自己 通常是这样的 你想清楚的真的是这样 我对这件事也想过很久 所以你基本上 如果你没有从这个跳脱出来 那么你就一直在伤害自己 这个也有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南非的总统曼德拉 有没有 你看看过他们的故事 看过他的故事吗 他这个人也厉害 这种例子很多了 没有修佛的人 都有这种观念 那么这个 他是一位种族歧视 然后那个时候南非是种族隔离 白人 他是一个律师 他学问很好 他律师 他后来为了黑人 他是黑人 为了黑人争权力 然后被关到监狱 被关到监狱里面 厂长就被那些监狱的人 因为他们就是白人 他们就是歧视这个黑人 然后被他就是看不起 而且 因为他其实也没有罪 他就是 我们叫做政治迫害的 后来被关进去 所以还被那个监狱的人欺负 修理 但是他 他不但没有生气 他想办法化解 他对于伤害他的人 他没有怨恨 因为他觉得他们是无知的 就是这样 然后他就是去要求他给他种菜 然后他答应他 他种的菜都先分那些 先分那些御主 曾经伤害他的人 你看 先接善愿 这个厉害 这曼德拉厉害 后来甚至那些伤害他的御主 他以后做总统 他以后做总统 他还请那些人来 成为座上宾 他讲了一句话也很厉害 他说 监狱能够关注你的身体 但不能关注你的心 他虽然已经放出来了 但是如果他的怨恨还在 如果他的怨恨还在 那么他现在还关在监狱里面 他的心还关在监狱里面 确实是这样 这个曼德拉也厉害 有很多这种例子 就是说 我们一般的人 老实说没有想到这边来 但是其实 这个不是曼德拉才做得到 每一个人都做得到 那么你只要稍微 运用你的头脑 因为我们人的头脑 跟其他动物不一样 他最大的特点 尤其是我们娑婆世界人 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有智慧 那么就是意念症 就是有智慧 那么而且他有 他的情感上有克制的能力 所以叫做犯恨症 他有克制的能力 只是你没有去掌养他 你随顺烦恼的能力 让烦恼不断的扩大 那你只要去掌养他 你那个智慧就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常常如实 常常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 当然我们要听佛保 然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要这样想 常常想 你不常常想 你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想成习惯 你常常想都是负面的 都是依情绪而发作的烦恼的 因为他就会变成习惯 现在把它返回来 想习惯 如理思维 独死观察 想习惯 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你的智慧就增长 这个叫做多吻熏喜 其实就是这样啊 那么你多吻熏喜 你食掌烦恼起来 你就克制克制克制 克制久了 你的心就有力量 那么养成习惯 其实这一些就不难 就不困难了 我们先下课十分钟